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柳山 和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我们来讲讲城市业话 话说有网络某一个社交媒体的专业 放了这张照片 其实这个专业挺有趣的 他跟香港地的行山风景讨论区说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城市画面出现 看看发生什么事 看到画面 位置应该是中环北达街 看到有一个年约三十近四十的男子 单膝跪地 穿鞋穿不穿 可能穿到树袋也不顶 手上疑似拿着戒指 面露灿烂的笑容 而画面的右侧 这个长发被指为短裙的OL 有些人说这么厉害 因为侧面也说看到她甜思思的样子 应该这位港男就向她求婚 很开心 有人跟你求婚 拉着天窗 不用再在澄海里不停转转转 这是好事 他们两个求婚结婚生儿子 白头盗佬 这是他们的事 殊不知 你在一个中环的闹市 向她跪地求婚 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不影响路上的行人 也算是可以的 你竟然在中环的马路中心 叫做单室跪地 我看到有些照片里写着 浪漫的中环求婚中 我不知道是否认识 还是街边路过看到 当然你这样单室跪地 然后叫她应该有这句对白 嫁给我 那些什么的 当然 女儿子这位OL 忙我天地 现在都 哦 马上 红都面了 是吗 面都红了 还是什么都好 哎呀 都要给一些些力量 担持去考虑一下 可能那马路 其中一隻腳的後竿是相當貼近馬路的雙白線的位置 車死你了 車爆你的腳了 是啊 一輪就是這樣 再不是車兩邊的倒後鏡的位置 擀到你的背部也很麻煩 我就要刻意隔開一點 大哥 你要考慮多久 走在那邊才求婚 我看到這輛車路軌 你看看在馬路旁邊做這樣的事 路中心這樣做 你有沒有搞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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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容易困到你 是啊 我覺得他在馬路中心求婚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為什麼你不走一邊 走人路的時候才求婚 就是在中間求急 你自己求婚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要妨礙交通 這樣的情況 其實可不可以向他們發出告票呢 可不可以算是不守交通規則過馬路 影響到司機 妨礙馬路 看看位置是怎樣 這就是一件事 很明顯是阻失交通 當然這個男人可能以為自己懶有創意 在這個位置求婚 快點吧 Mary你答應我了 快轉燈了 一盞燈的時間考慮一下嫁不嫁給我 不要這樣玩 你怎樣回答你Jack 快點快到了 黃燈了 答應我 紅燈了 你們的感情會不會亮起紅燈 不要啊 哈哈哈 你玩歸玩吧大哥 不要影響其他人 我看到這些是很討厭的 沒錯 求婚大部分人來說 都可能一生一次 有些人兩次三次都有 不過有時候做一些行為的時候 都要考慮一下身邊的人周遭的環境 我認為這個行為很危險 你求不求在馬路中心裡求婚也有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男人負有主要責任 而那個女人其實可以馬上走一遍 她可以這樣做但她又沒有 對嗎 所以說到底 這兩個人都給罰單 他們是對的 兩個人都要拘捕他們 有沒有搞錯 這樣真的很危險 近乎於之前那些年輕人跳出馬路 然後就打進去 對呀 會傻仔 好像這個 我跳出馬路 突然過馬路的時候 就把女孩子拉到一邊 求婚 那些人都說 你在馬路中心求婚 是否玩命 有些人就說 拍廣告或做show 如果是廣告 也算是好一點 應該有相應的措施 封了一條街 封了哪裏 那可能會好一點 但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就很麻煩了 你會影響到其他道路使用者 那個問題 突然會有人在那裏 所以等於這樣 你駕駛的車 突然有人站在馬路上 走在馬路上 你會嚇一嚇 你會懷疑 是否自己看錯路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駕駛的經驗 即是在一個不應該看到有人的地方 竟然有人動在路上 你說很麻煩 你馬上的反應 就會起碼有好幾個 踩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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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跪在前面向另一個人求婚 我真的撥爆他 求婚還求婚 不要在這麼危險的地方求婚 所以很麻煩 我見過有些朋友 求婚玩得比較誇張 怎樣玩 就像他這樣 有霸氣 他整間店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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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包起你的牆 到時牆裡吃東西的那些 全部都是我彈的 全部都是林妓 這麼厲害 玩得這麼大 玩得很大 餐廳裡的人 要做一個西夏 西夏之道 特意拿那個 將會被求婚的女朋友出氣 來玩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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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生氣了 便進去裡面哭 哭完出來的時候 整個場地已經變成了求婚 這麼過癮? 你以後不用在這裡做了 我和你求婚 他現在娶了你之後 你又可以不用做 可能自己開一間給他 自己開一間 可以這樣玩 你這樣玩 你就包起整個場地玩 是嗎 那也是挺有型 不可以這樣玩 不過他這種方法 在馬路上求婚 就不用玩這麼多花神 很省錢 沒什麼成本 成本就是那隻小戒指 你影響了其他人 可能以為自己很帥 對他有帥 帥的盡頭就是7分 整件事很7分 你開心還開心 可能就是 有求婚 一生一次 不可以嗎 對 但你一生一次 不需要其他市民去參與 不是整個場地 你不可以這樣 就是為何你的 好像很特別 當作自己拍的日劇 還是韓劇 就是那些 那些是拍劇 事實也會發生 對 那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 都是做出來的 對 可能女生 有些相片 是比較難忘 還是怎樣 我還記得 以前的年代 幫求婚 那些 有些很假的 做到 知道怎樣 例如一男一女 約在餐廳 預備求婚 接著男的說 幫我 你們幾個 坐在其他不同的桌子 拿攝影機 拍攝著她 扮食的時候 用攝影機 從幾個角度都拍攝齊她 拍攝女生有多感動 到時候 在結婚當日 就剪出來 播給大家看 那些女生說 我早就知道 這幾台人很假 很不專心吃飯 而且有一個 是嗎 我們以前的年代 攝影機 就是入餅帶子 那些 很大埔 我們整部 都葬在那裡 幾張桌子都是這樣 我都看得到 那些驚喜是假裝出來的 那些女生說 假裝出來 所以 你們這些 求婚 如剛才台人所說 要是 你自己給錢 搞大它 否則 你用這種形式 會很擾紋 擾紋 真的擾紋 萬一 你搞到出現什麼意外 車親你 就不要 對不對 還有 在馬路中心 有沒有腦 你求婚 是 沒錯 我可能 一生人一次 很想以一個 特別一點的形式 來進行 但是 你也不要這樣玩 不要拿危險 拿自己的命 來搞飛 雖然看起來 不會對生命 有什麼太大危險 但你始終 會阻礙交通 運作 所以 我認為 應該是 可以以一個 不守交通 規則 的一個形式 來向他發出 告票 至少 這裡要時候 看看 如何懲處 看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追究 這件事 我還記得 有個朋友 他挺搞笑的 他在求婚 形式 過癮 都是用命來教飛 這麼誇張 是的 就是跳笨珠針 笨珠跳 笨珠跳 他說 因為 怎樣認識這個女生 他說 就是一起跳 笨珠針的時候 跳完之後 就會覺得 跳下去那一下 就是覺得大家 就是命中注定 一起經歷過一些 對 然後就認識了他 很可愛 就是想求婚 經歷了一些 什麼拍拖 跳完下去之後 就給他戒指 就求完分 不是 跳完下去 不是一種給戒指 再回味多次 大家一起相識 笨珠針的時候 就這樣去 再給他 學感 這些 都可以的 好玩的 這些你喜歡怎樣玩的 你就自己玩爆他 不要拿這些地方來教飛 對 真的 沒有路 當然 有些人也說 希望他們成功 對 下次不要這麼玩 知道嗎 希望沒有下次 沒有下次 好了 我們今次說到這裡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